很快可以算出來 怎麼做?首先第一個 我習慣是先把這個91年 先把這個範圍先定義出來 什麼叫範圍? 就是說開獎的號碼 從這邊一直到這個號碼 這個是開獎的第一起 這個號碼一直到底下 這個號碼按序路鍵 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範圍指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91年所有開出來的號碼 所有的號碼 那我全部把它選起來 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我叫什麼? 開獎91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我名稱給它叫做開獎91 OK好 OK好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接下來的話就是這個範圍先定義出來 這個叫做開獎91 那這個這邊的話就開獎92了 92年的開獎 那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91年開出一號幾次 這邊有個操卵數 統計裡面找到什麼? 康乙福 康乙福 往下找 康乙福這個 OK按確定 他會問你說範圍 按F3 F3 特別叫F3 這個地方按F3 他會把什麼呢? 開獎91 有沒有 叫出來 就剛剛那個範圍 這個範圍 對不對 OK 那我就把按確定 按確定 剛剛那個範圍裡面 出現幾號 我要找什麼 criteria是幾號 1號 出現幾次 他會告訴你 幾次 17次 OK 很方便對不對 那個範圍裡面 出現了 1號 幾次 17次 OK 好按確定 所以往下填滿 填滿到哪裡呢? 這個42號 你會發現 每一個號碼 開出的次數 就通通都出來了 那91年 總共開出幾個號碼 從這邊 1到7 然後這邊又7個 所以總共的話 一排有7個 7個對不對 總共有幾列呢? 99 所以把這個7乘上99 就是我們要的 不過呢 你可以用什麼 這邊你可以直接輸入 等於 7乘上99 我前面加一個 少一個等號 有沒有 但是這個方法 比較不聰明 如果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count 統計裡面 記得要統計裡面用count 就是count count 剛剛有個count if if是哪個條件 那count沒有條件 就是全部冒算 OK 按確定 按f3 開箱91 開箱91裡面呢 有幾個號碼 按確定 693 有沒有 一模一樣 應該懂那意思吧 count的意思是說 有幾個 裡面有幾個號碼的意思 用count的函數 就可以幫我算什麼 算那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 有幾個數字 693個 一號出現幾次 17次 應該懂那意思吧 那機率的話怎麼算 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 除以 這個 就等於什麼 等於它的機率了 OK應該懂嘛 所以這個機率算一下這裡 等於什麼 等 其實就等於 直接把剛兩個 兩個動作 這個跟這個 結合在一起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游標先放在這邊 我先把這個 複製一下 去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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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貼上